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真的需要美国的地方 不仅不需要美国的产品 更不需要美国的创意和想法 就算受挫 中国也已表明可以依靠自己想出方案 在此同时 特朗普政府则像是在参加一场如何输掉这场竞争的比赛 特朗普最近威胁要进一步提高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 从10%提高到25% 在不到24小时内 中国迅速回应 拿出了一份价值率600亿美元的 包含5207个税务的商品清单 并表明 入美方坚持实施威胁措施 中方将对这些美国商品加征 25%至5%的新关税 届时 双方将迎来一场全面开打的贸易战 幸好作者提到 特朗普将财产关税前的公众征询期延长到了9月 作者指出 特朗普似乎认为美国的认同程度超过中国 但这反映出的是 特朗普要么对中国的思维模式不甚了解 要么就是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实力缺乏概念 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不如一年前 但仍然是美国分子的将近两败 文章认为美国若想在贸易战中得到另双方满意的结果从长远来看 这是最为可取的结果 就必须了解自己面对的力量 曾宁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提到 中国经济增长迅速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专注于国内市场的领域 要么基本不会受到贸易争端的影响 要么则是能够克服或避免其影响 文章提到 今年一月 美国阻止了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收购素贿金 Moneygram 随后 阿里巴巴使用区块链技术 创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 在很多方面更具创新性的产品 任何新业务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阻碍 我们理解这一点 这是做生意的部分成本 曾明说 我们可能会感到挫败 但由于我们创造的价值巨大 我们会找到一些办法去克服障碍 作者认为 这并不意味着很多中子企业和国有企业 就不会再从硅谷引进创新技术 在美国越是试图阻止 中国人 越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 去年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A能批准中国车用数字地图 提供三四维土鲜收购铁的股份 H&M市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 在美国有运营业务的一家地图公司 其15%的股份由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之友 为列福布斯全球100强创新增长 型企业的四维突兮 在收购为货批扣指示撤回了包价 并继续扩大旅客以及德国车起跑马 戴姆勒和大众汽车等的合作 作者认为 正是这种对长期博弈的深刻理解和接受 最终可能使中国成为任何贸易战的赢家 在作者看来 尽管长期的贸易协议至少会被认为是双赢 但特朗普似乎深深钻进了美国第一的牛角尖 等待特朗普的比定市场久且激烈的冲突 如果他固执己见不肯放弃 那么所有美国人都必须准备好 为他的贸易运动买单 海外网站米菲安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这种情况下 是双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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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双赢的 就是双赢的